这绝对是节目组见过最恐怖的狗 不管从体型还是攻击性来看 它都已经超越宠物范畴 可以划分到猛兽行列里 而所有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次 连围栏都不敢靠近 只能聚集在狭窄的过道里拍摄 而当其中一人大着胆子 站到围栏正对面时 这条巴西菲勒犬看起来更激动了 这种高度警戒的情况下 根本没法继续进行拍摄 所以节目组准备暂时撤退 让狗子冷静一下 但它们万万没有亮 这条狗突然发力越过未来 直接冲了出来 由于过道太狭窄了 它们扛着摄像机转身都困难 只能一点一点往后挪动 而狗主人在最前面 拼了命地抓住项圈 整个身体像拔河一样半蹲下去 才勉强为工作人员争取了逃跑时间 当大家好不容易退到外面时 坐在地上已经快下去拖了 就在当天上午 节目组来到男主人家做拍摄准备 刚下车就看见大门上贴着醒目的红色标语 那有猛犬 请勿随意出入 旁边还附了张狗子的照片 而当一行人进到院子里后 还没看见猛犬的模样 就听到了后院传来的狂吠 紧接着就在拍摄过程中 发生了开头的意外 虽然大家先前对飞乐犬的凶名有所耳末 但真见识过一次后 谁都不敢再靠近狗龙了 所以安全起见 节目组决定采用远程拍摄 他们在周围安装了九个摄像头 全方位监控这条狗的动向 一切准备妥当后 工作人员在监控前做好 接着让男主人独自去到后院 想看看这条狗会有什么反应 神奇的是 他在主人面前的样子 和面对陌生人时完全不同 只要跟家里人待在一起 他会收起所有霸气 直露出撒娇的一面 但是当他透过餐厅侧面的玻璃窗 发现屋里多了一群陌生人后 立刻换了副面孔 据主人说 狗狗护主这点 他其实非常满意 但问题是对外人的攻击性太强了 似乎在他的世界观里 除了男女主人之外 所有人都被划分到了陌生人 就算对方没有做出攻击性举动 主人表现得也非常友好 这条狗依然会咆哮地不停 甚至冲上去咬人 就好比现在这种情况 狗狗之所以叫得那么严重 是因为他觉得这些陌生人都站着 是不是准备动手伤害主人 如果这时候客人坐下 或者消失在视野范围内后 情况就会明显好转 所以接下来几个小时 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得不坐着拍摄 或者趴在地上匍匐前进 因为哪怕露出一点点头发 这条狗都会立刻开始警戒 喷的玻璃上全都是口水 好不容易录制完日常情况 工作人员请男主人 带他出门遛上一圈 看看狗子在外面 是不是也会警戒心爆棚 安全起见 他们选择了没什么人的山路散步 可这条狗还没冷静上两分钟 就开始拖着主人向前暴冲 130斤的男主人被150斤的狗 直接拽下山坡 要不是妻子在旁边搭了把手 他这回应该已经摔倒了 眼看情况要失控 节目组赶紧叫停 让男主人把狗牵回了家 而此时距离散步开始 才刚刚过去五分钟 但等到他好不容易安顿完狗狗之后 已经是满头大汗的状态 其实男主人对于这条飞乐犬的感情很复杂 虽然喜欢可能占多数 不过担忧也一直没有减少 因为他个头太大了 经常会玩着玩着就误伤到主人 最常见的脸部跟手背 都有被挠过肯过的印记 脚腕还被撞断过一次 脚背也曾经骨折过 男主人今年已经50岁了 这把身子骨确实经不起几年折腾 所以他给节目组写了申请 想拜托专家帮忙看看 如何压制一下这条狗体内的本能 让他变得稍稍友好一些 更加稳重一点 不过这次专家到达后 还没来得及看狗 就先被几位工作人员叫住了 鉴于先前拍摄时的恐怖经历 他们实在不想跟那条飞乐犬打交道 所以在专家肩膀上绑了个摄像头 由他独自进行拍摄任务 而这一人一狗见面后 虽然隔着高高的围栏 狗子却依旧盯着他咆哮个不停 就算专家拿出临时讨好 对方也根本不买账 甚至更加激动地扑到栏杆上 把口水喷得到处都是 看到这一幕 专家让两位主人先躲到远处 工作人员也不要靠近 留他自己在这就好 而几十秒后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先前还咆哮个不停地飞乐犬 竟然接受了来自陌生人的好意 他不仅没有继续警戒 还把专家给的几颗零食吃了金光 看到狗狗这副样子 专家心里差不多有数了 他决定先回屋跟两位主人聊聊 再来谈这条狗的问题 他首先告诉两位主人 飞乐犬这个犬种 就是以勇猛跟忠诚闻名于世的 他从诞生那天开始 本职工作就是狩猎以及治安 所以他做不到像其他宠物狗那样 对每个人都很友好 拿先前他冲着工作人员咆哮那段举个例子 一般狗狗发出吠叫 大部分原因都是害怕或者不安 那时候他们的耳朵会明显后翻 尾巴朝下 但这条飞乐犬不一样 他吠叫的时候耳朵在到处乱甩 尾巴翘得跟鞭子一样 传达出来的讯息是 如果没有这个围栏 我一定冲出去咬死你 但这种讯息 是因为想要保护主人而产生的 同样的逻辑也能解释出 为什么刚才专家让所有人都离开 只留他跟狗狗独处时 对方会变得那么温顺 因为需要守护的主人不在现场 所以他没有攻击的必要了 对于飞乐这类护卫犬来说 守护时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改变时机 就是两到三个月的时候 如果主人配合做了充分的社会化训练 让他跟更多人类亲近 情况会好转很多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对于这类犬种来说 小时候没见过的人 这辈子都是敌人 除了这些本能上的特性外 主人一家的某些做法 也间接助长了这条狗叫嚣的勇气 拿餐厅那扇小窗户举例 他们明知道狗能透过窗户看到屋里 有可能冲着客人大吼大叫 为什么不安一扇百叶窗 从主人的角度来看 想跟狗狗有更多接触没问题 但是得照顾到客人的感受 另外就是出门散步时 满主人明显是拽不住这条狗的 那是不是需要借助一些辅助工具来控制它 就算不用刺激链 也不能放任这条狗在路上暴冲 给过相关建议后 专家拿出一条新的牵引绳 他可以把狗狗前腿跟脸部连接在一起 就算他往前暴冲 也会被牵引绳改变方向 转回到主人身边 演示结束后 专家让主人给这条狗换好绳子遛上几圈 而效果立马显示出来了 虽然他依旧会不老实地左右乱窜 但不管去到哪个方向 力道和速度都被严格限制住 当他们又一次去到山路上散步时 情况跟之前完全不同了 哪怕男主人把绳子放到最长 也不会像上次那样 被拖到差点摔倒 当一行人重新回到院子里后 专家要做的第二件事 就是帮助狗狗消除对于外人的警惕心灵 他先是吹了一大串气球 让男女主人陪着狗狗玩耍 把他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整条狗都处在异常兴奋的状态 然后等到游戏结束后 直接走进院子里面 拿出另外一个玩具 而这时候狗狗还处在玩物丧志的阶段 即便想警惕 也会被玩具吸走大部分的注意力 第一次见到自家狗狗 对陌生人这么友好 两位主人震惊的嘴巴都快合不拢了 而当他们看到狗狗 跟专家玩起了拖拽游戏 甚至遵从对方的指令 让松嘴就松嘴的时候 真的是打心底生出了佩服的情绪 课程最后 当专家把玩具递给女主人时 他哪怕不用发华 就那样站在狗狗面前 对方也会思考几秒后主动作响 接着开开心心的等待奖励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这条狗的问题 是大部分护卫犬的性格通病 太忠诚了 忠诚到容易给别人造成麻烦 所以这种情况下 需要狗主人有更强的责任心 而专家在最后也说了 养这种狗 主人最需要摒弃的观念就是 我家狗不会咬人 反倒应该时时刻刻 用我家狗可能会咬人的想法 去揣摩它的行为 带嘴套 多散步 掌握大型犬的心理状态 才是一个合格的狗主人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